古时候有一渔夫是出海打鱼的好手 他有一个习惯 每次打鱼的时候都要立下誓言 有一年春天 听说市场上墨鱼的价格最高 于是立下誓言 这次出海只捕捞墨鱼 好好地赚他一笔 但是这次渔训所遇到的全都是螃蟹 他非常懊恼地空手而归 等他上了岸 才得知市场上螃蟹的价格比墨鱼还要贵 他后悔不已 发誓下一次出海一定要打捞螃蟹 第二次出海 他把注意力全放在螃蟹身上 可这一次遇到的全都是墨鱼 不用说他又只能空手而归 他懊悔的发誓 下次出海不管遇到的是螃蟹还是墨鱼 全都打 第三次出海 渔夫严格遵守自己的誓言 不幸的是 他一只螃蟹和墨鱼都没有遇到 见到的只是一些马骄鱼 于是渔夫再次空手而归 渔夫没有赶上第四次出海 他在鸡寒骄过中死去 渔夫放眼当下 今天需要什么 明天我就去打捞什么 于是总赶不上生机万变的时代 许多人也是这样 总是遗憾于今天失去了什么 明天想办法寻找今天丢失的 久而久之 你就会被时代抛弃 格局要大 目光要长远 放眼未来 用未雨绸缪的思维去应对变化 你才不会在人生路上一败涂地 你认同吗 认同的脸赞 我使用不胖子的思维 就会还让我梦